阿弟 其实我对中餐的脆浆粉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他们可以炸到这样脆 到底这个脆浆粉的秘诀在哪里 其实中餐会用很多的粉 那我们面粉其实有分低筋 中筋 高筋 用的最多的话是用中筋面粉 那我们还有加入一些糯米粉 然后我们还有灯面粉 然后还有用生粉 好 那我们就来调吧 我们其实这个还是以面粉为主 然后再加这个糯米粉 还有灯面粉 最后就是我们中餐用的最多的 用来勾芡的 生粉 然后放了这些才加那个水 对 要慢慢加 先加一次 然后再加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用手去捞起来 它会滑得低 而不是一滴一滴一滴这样子 就是要有一点滑 就黏着你的手滑下来 滑下来 对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油 最后的步骤要加一点油 最后的步骤要加一点油 加油的多少是看你是要炸的效果 是松一点还是紧一点 松一点的话你的油 难怪 就是每次我做这个在家煮的时候 没有放油 所以它不会松 每次都是紧紧这样 对 要放油 其实它出来是很漂亮的 放油 香啊 每次看你带这些东西来 这个蛋瓶 这个来做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 这个西式的脆浆粉 所以我就不懂要放多少 我只是用一个天布鲁粉 然后就把这个做成好像这个砂糖这样 然后我们倒进去里面 放了这个气体进去里面 然后我才打出来 它就还是很多空气 其实我们做脆浆粉做什么 就是要它的那个碗有很多空气 它也是可以用在忍的方面 有 我看到你做到忍 我那天做那个柚子的那个泡 我觉得它这个做法是 等下它把那个酱打出来的时候 它有泡 它的泡能够支撑得比较久 所以这个你要拼起来 待会是给它什么效果呢 它会呈现成一个好像泡泡这样的效果 然后烧的也是可以用 也是做的 可是最普遍 人家用这个呢 是什么 来 我做给你看 他就把这个奶油直接倒进里面 我们就把它转紧 放进去 现在要转紧 对 等这个不要了 还是要 这个我试试 所以你看 打出来它就变成一个 好像很滑的奶油 你看到吗 你现在要转紧 对 现在不需要了 你很轻轻 如果你想象力丰富的话 可以做很多东西 对 三把刀 你可以在MeWatch 免费随习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